好 好 繼續開會 下一位財經小組發言是邱金獻邱議員 請開始 謝謝主席還有現場財經部門的各位首長跟主管 那個部門諮詢財經小組是最後一個 大家辛苦一點 今天針對一些議題來跟大家救教 首先要謝謝津巴局長在前面兩次非常強烈的風災 對於地方上在附水供電這部分的努力 也協調出一些比較彈性比較快速的處理方式 比如說我的選區裡面像大樹 其實有非常多減益自在水的問題 大家以為停電跟供水沒有時間關係 其實在加壓站還有減益水場的部分 沒有電就會沒有水 停電怎麼可以點蠟燭 可是沒有水三天就連泡麵都沒辦法煮 所以這部分在這邊先謝謝津巴局長 還有自在水公司跟台電公司的辛勞 當然我們還是期待能夠去探究更系統化的來處理方式 不然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在溝通跟聯繫上面的處理 那這張照片是在去年的時候 核發產業園區正式動工 我有在現場 只是我沒有在照片裡面而已 然後核春基地跟大發基地這麼大的一片的開發案子 在大家辛苦了很久之後 造就了很多的台灣的第一個 比如說新的產串的條例之後 第一個爆邊的工業區裡面有非常多 之前都很難突破 然後在這個產業園區裡面我們看到了開發的機會 然後在前幾天 第一個廠商終於動土了 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 這樣的速率其實要跟津巴局長做肯定 那明天又有另外一家廠商也要動土 我相信這樣子的速度是 大家對一個新的產業園區的開發是符合大家的期待 我們也知道這個是津巴局自己提供的一個資料 到目前為止其實有12家的廠商也去預登記 那補地需求大概還有70公頃 然後大概進駐會大概八成左右 這部分其實我是期待局長說 這個案子一開始我們在了解的時候 其實預登記是超過百分之百 可是到實際上開始開放大家的申請之後 其實實際上進來的量是有落差的 這部分在這邊要呼籲局長 這個落差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要去探究 然後去找出一些 我也聽到一些廠商在反映說 是不是有可以更彈性的作為 然後土地取得的成本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是我相信這樣的一個園區 相關的規範是由我們期待它長成什麼樣子的一個想像 可是的確在預登記跟實際進駐的時候 其實有一段落差 所以這部分其實要請局裡面的同仁跟局長 可能我們真的要去認真去探究說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之後還是有其他的產業員去希望 尋著這樣子一個報邊的經驗法則 來去尋求高雄新的產業翻轉的空間 來做更多的處理 那我們也知道新的政府上海 其實在談這個5加2的創新產業 裡面包括了新農業 包括了高質的材料循環 所以其實很開心的是看到局長在業務報告裡面 其實都有提到這部分的內容 所以我相信新的政府上台 講的這些經濟發展的方案 並不是天外飛來一筆就去講的 其實是累積下來很多討論 我相信局長在過去也參與了一些討論 所以在這邊其實真的是要呼籲經發局 做好更多的準備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數字其實是在2016年經濟部工業局 它一個產業用地需求的推估的一個數字裡面 它推估台灣2020年整個台灣的產業用地的需求 是5985公頃 這個是全部的量 這個是包括了已經取得跟可能不夠的 那可能不夠的狀況會是這樣子 北部大概需要1282公頃 那南部需要486公頃 那這個數字代表什麼 代表是說其實這幾年 產業的用地需求跟壓力還是存在的 像前幾天我有拜託經發局的同仁 我產業界的一個朋友說 欸 議員能不能幫忙找一下 我需要一個2000坪到3000坪的空間 要做一個國際知名的貨運的物流的公司 它需要一個這樣的空間 可是很遺憾 高雄沒有這樣的地可以給它 只有核發 可是核發其實對某一些產業的人 就是它的區位可能太遠了 它的交通可能沒有那麼的方便 可是這部分其實一則依息一則優 高興的是說至少有產業一直想要進來高雄來投資 擔心的是說其實我們沒有足夠的肉 提供空間讓人去做適當的投資 所以這部分其實要拜託 拜託經發局長去探究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在業務報告裡面其實也看到說 其實人物產業園區 其實我們期待的是在陳菊市長這一任內 去把它報邊完成 來進行實際的工作 因為我們也知道現在整個高雄的產業裡面 大家比較不喜歡的所謂的石化產業 其實現在就是在人大跟寧遠 就這兩塊 因為在中有五清觀產之後 其實就剩這兩塊 所以剛剛局長有提到說 高雄的產業要翻轉 的確需要這樣的空間附地來做處理 所以這邊其實要拜託局長 任務產業園區的進度 真的要抓緊 我們一起來努力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在業務報告裡面其實 沒有在簡報裡面 我們有看到其實像上個禮拜 其實有去參加我們的數位數創中心的陳國長 四年了 好不容易有一些成果 我一家要說這個故事 真的局長在自己的時候 我看到是一個爸爸看到自己小孩 長四歲的那種 坎坎而彈 還沒出事 到他去四歲了 然後稍微會走 還會走 還會走 擺倒這樣 是一種心情 還我在這裡拿一個問題 拜託局長的回答 可能不是那麼好回答 其實我們在扶植這一些比較小的產業 其實我們都會談到 怎麼樣有適當的經費去支持他們 所以在我們的業務報告裡面 其實都有提到天使基金的概念 可是昨天我看到一個新聞 其實我很擔心 我們之前我們的財政局長 現在去當經管會主委 李睿昌主委 他對於天使基金的政策的方向跟看法 其實跟原本的經管會主委是不一致的 他認為規模太小 因為初期值天使基金中央只有2億 然後目標是10億 的確如果以一個國家規模的天使基金 這個金額其實有點小 兩億 可能我們高雄市政府就可以去募得 這樣子的一個基金規模 可是看起來中央在這個政策上 有一些調整跟改變 所以在這邊我想請教局長 面對像新的經管會主委上去之後 這個天使基金 他的政策態度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除了尋求中央的支持以外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我們自己來處理 這樣子類似一個這樣子的基金的支持 來給我們高雄這一些很辛苦 想要繼續著重 他的價值可能不是那麼高 可是他的價值是好的 是不是可以請局長簡單來說明一下 這部分對於經管會天使基金的政策態度改變 然後我們未來再對這些產業 希望爭取到天使基金來幫助他們 這部分我們有什麼樣的看法跟因應 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邱議員 首先我覺得李主委的一些講法 其實都對 坦白講 其實那個主張 他的主張也沒有錯 但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需要天使基金 但是天使基金 Angel是不是政府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就是核心的問題是 政府是不是何扮演Angel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是私人的錢 你去做比較風險比較高的投資 那比較沒有問題 但政府 畢竟政府手上的錢是人民的納稅錢 那他說他要去找銀行來 之前的做法是找銀行來拿一筆錢 來做這樣子的工作 其實天使基金比較重要的不是基金 是天使 就是你要有那個會頻段 這隻小雞會不會長大的這些專業的人 那在矽谷這種人很多 很可能就在 你在喝咖啡的時候他就坐在你旁邊 這種人 那台灣少 那來到南部就更少 這是真正的問題 所以台灣其實現在的狀況應該叫做 台灣其實不缺投資的基金 尤其以天使這個層級規模來講 我們隨便一個跟電子產業有關的投資 就是千億再算 那這個其實不會太大的規模 我們南的是比較是這種人才 所以比較好的做法是 跟南部有淵源的產業人士 那他或許就是說他的工作職涯上面到一個段路 或是在第一線他現在比較居第二線 這個其實我們在努力這件事情 我們在努力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也對南部會比較有幫助 他需要有經驗的人來看 接下來這些事情發展會不會比較好 那尤其台灣南部是傳農產業 那傳農產業未來發展的契機 其實要更懂產業的人才比較看得懂 他不是比方說 網路上的一些事業等等 那這一塊也跟那個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在做 剛才我在講說跨領域創新中心的時候 其實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環就是這一環 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那如果有一些成績也會跟議員做說明 好 謝謝局長 局長你先請坐 因為新聞上面的報導 其實沒辦法很完整的去講這件事情 那一下子就看到 金管會對天使基金不讓他飛了 好像天使就變惡魔了一樣 其實會對這一些小的產業 所以期待政府跟他政府 政府或者是其他可以提供資金支持的這一些資源 其實會擔心 所以的確像局長講的 人是重點 有沒有這樣子適當的媒介去尋求到 看到他們的未來的潛質 然後提供他們適當的支持 我覺得局長 這是我們可能未來要繼續去努力做的 所以這邊提出這樣子的一些建議 那接下來 一卡通公司的監理單位其實是我們市府的財政局 最近一卡通公司我在這邊要花一點時間幫他們聲援一下 被其他地方政府罵得很慘 其實一卡通公司其實 它的身份其實我們要看一下 其實除了高雄市政府之外 其實我們當時是結合了南部 包括台南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 這一些地方政府 一起來成立這一個電子票證公司 為什麼要成立這個 雖然我們面對悠悠卡這麼大的一支 講怪獸不為過 早我們十幾年就成立了 發卡量也是天文數字 可是為什麼要追求我們自己要有一家電子票證公司 其實就是追求這個市場要更多元化 而且不能一家公司說了算 所以我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所以這幾年這樣一直努力下來 其實我們現在的發卡量到9月份 其實已經突破了1000萬張 實在是非常不容易 那每天這樣子逼逼逼這樣的使用量 其實一天現在也呈現60幾萬的使用次數 一卡通在其他縣市可以去順暢的使用 其實不是我們在這邊講一講 拜託台北市政府讓人去 他就讓人去 我記得當時的一卡通公司 現在的交通部次長王次長 他只是為了某間民間的公車業者 的車上能夠讓一卡通去使用 他去拜訪他們的總經理還是總司長 他們的管理階層 一家公司就要跑五趟以上 可是就是因為這些辛苦的過程 其實沒有被看到 好像大家覺得說 現在一卡通很多地方政府在圖利他 我甚至看到台南市議會在質疑說 台南市政府在圖利一塔公公司 可是他卻忘記了一塔公公司 裡面一個其中的老闆是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政府圖利 台南市政府這有錯嗎 公共政策上本來就要支持這樣的一個 其實是為了公共服務 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一家公司 所以這部分其實我要去講出這件事情 所以在大家很多努力之下 其實高雄土生土長的一卡通 好不容易在這麼多的地方可以去做使用 可是我們看到什麼 看到台北市的市長說 要控告我們高雄市政府 要告我們陳局市長說 違反公平的交易法什麼的 這都是他在他們台北市議會公開講的內容 我覺得是很遺憾也很可惜 為什麼 明明就是我們高雄市已經發公文說 拜託你悠遊塔公司趕快來設計 趕快來把這些服務導進來 結果你什麼都不來 然後只要議長主要說 我要去高雄市 你要幫我傳好 結果我叫你來你不來 然後再罵說高雄市政府 不讓悠遊卡可以在高雄順利使用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偏頗也不公平 悠遊卡公司跟一卡通公司 在某部分上其實是讓有商業競爭的關係 這很理解也很正常 可是不應該是以這麼政治的方式 去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對非常多 在這個過程裡面努力的同仁 是一個不公平的事情 我們也試問悠遊卡公司 如果悠遊卡公司 為了讓悠遊卡要在高雄可以順暢使用 他們又做了哪些努力 如果他們可以拿出一些客觀的數字 跟實際的作為 我相信我們是經得起考驗的 而不是講不講 就要把高雄市政府告 或是移送法辦之類的 我覺得這是非常偏頗的 我相信財政局站在監理單位的立場 應該也是樂於看到一卡通 應該是越順暢的發展 然後越多元的服務 像幾年前其實我們的 用一卡通來支付一些 跟公務部門要去繳納款項的部分 我們其實就開創這樣的服務 所以這是對的方向 也是提供市民好的一個媒介 所以這部分在這邊 我們監理單位是財政局 我覺得有時候一卡通蒙受了這種 不正確也不公平的指控 其實我們監理單位財政局 可能有時候要發聲一下 把正確的資訊告訴高雄市民 也告訴其他的國人 其實實際上的狀況不是這樣子 不是台北說了算 我這邊其實要提出這樣的呼籲 然後最近大家也一直很躺盛很關切的 其實是地價稅的問題 在大概一個禮拜前 好不容易財政部一張公文下來說 自用住宅的優惠 因為它申請的時間已經早就過了 可是非常多的人 其實忽略掉這個時間點 那今年又因為全國各地的地價稅調漲 所以大家的埋怨其實蠻多的 那我們收到這個訊息之後 其實我們很快的去做一個 我們服務處趕快去整理一個 怎麼樣去申請自用住宅的優惠稅率的一些 一些條件趕快傳給我們的選民 大家趕快來去做申請 那剛剛我們鄭光峰議員 其實也有垂巡說財政局長 這個稅的稅率其實在中央沒有修改法規 沒有修改相關法令時候 其實今年要繳多少錢 這已經是市值那些 一定沒辦法改善了 這是一個很殘酷的事實 在這事實的基礎之上 我在這邊我要跟局長監議 要替我們市民朋友爭取 在這樣的一個事實的基礎上 我們地方政府的權限下 是不是能夠提供一些 比較讓大家沒有壓力的繳納方式 我比如這麼說好了 每年的地價稅其實金額是三年調漲一次 過去調漲的幅度其實不高 甚至沒有調整 所以每年固定這個時間要繳這一筆土地的稅 其實大家心裡都有點 我今年這個時間差不多要穿多少錢 比如說醫生我可能都要穿五千塊 要繳這條錢 像今年收到稅段 變成一萬塊還是一萬五塊 說真的現在的經濟不好 大家手上要有現金來繳這個稅 其實有的人有困難 所以在這裡不是 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而且一般的自用住宅 一般的小市民其實是多數的 大地族那些擁有非常多土地的 其實是少數的人 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也接到非常多的市民的陳情 在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可能性是說 我們地方政府的權限裡面 是不是可以做這樣子的彈性 比如說分期 分兩期還是三期 讓大家在手頭上現金的調度 在繳納稅金這個部分 讓大家有多一點時間跟空間 去面對這個稅的徵收 這部分是不是請財政局長 來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也利用這個機會跟市民朋友說明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邱議員 沒有錯 稅制跟稅率都是由中央訂 沒有修法是沒辦法改 那地價稅本來就是依據公告地價 來做出它稅額應該繳多少 那我們地方政府在便民的基礎上 我們盡量來協助我們市民 剛剛除了您提的申請自用住宅 以前是9月22號之前要申請才算 不然都要明年才適用 那今年特別也延到11月30 就是這個月的月底你來申請都可以適用 這是第一個措施 第二個措施就是分期 就是延期跟分期繳納 那早上我也請我們稅間處提出了一個 一個辦法出來 現在正在前請市長和事 我相信市長會同意我們的方案 大概我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今年的稅款比去年多出3萬塊 或者漲幅是50%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考慮給它延期或分期 那延期就是給你延一個月兩個月或者三個月 分期可以分兩期四期六期 這樣減緩它繳款的壓力 這個措施我們馬上會來簽報事務合格 我相信說不定下午或者明天早上我們就公佈 局長請坐 謝謝局長從善如流 接著我要拜託局長動作要快 因為這個稅其實現在正在繳納過程裡面 其實剛剛講的說漲了50% 或者是增加3萬塊 然後延期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或者是分兩期四期六期 這部分用簡單明瞭的圖表 像比如說這一張 或者是我們服務處自己做這樣子 趕快讓大家知道 不要讓大家覺得 為了要再加5千塊的稅 在那裡加得平平穿 因為生活真的不好過 所以這部分要拜託局長來做處理 其實在收到地價稅的繳納書的信封裡面 其實有講了這個自用住宅的優惠的條件 可是我這邊要跟稅監經驗處講一下 這個部分拜託放到更明顯的地方 其實這個是我的選民拿來請教我們說 那個自用住宅的申請要怎麼辦 然後他其實也沒有看到信封內業有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其實是大家全意 因為我知道因為地價稅調整 在地價稅調整的時候 其實我們今年辦自用住宅的戶數其實多了快1萬 甚至超過 然後因為辦了自用住宅減少下來的稅 其實大概有3千萬到4千萬之間的額度 所以這部分其實對一般的市民 對自用住宅的民眾而言其實不無小譜 因為差了5倍 千分之2跟千分之10的差別 所以在這邊其實要 有這樣子的提醒是好事 可是是不是可以讓它放到更明顯的地方 然後在宣傳上面 其實現在科技很怕打LINE 臉書等等之類的 或者是市長的臉書等等的 其實要用更多元的通路 來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既然已經要講那麼多 誰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那想辦法讓大家減輕這個壓力 我相信這應該也是市府跟各位首長 應該可以去面對跟處理的事情 那最後一分鐘的時間 要呼籲一件事情是 我的選區是陳青虎 那個青年活動中心 其實既定政策在年底要把它收回 可是有一個部分要請局長去關心的 其實陳青虎的青年活動中心裡面其實也蠻多員工的 那到年底不租給他之後 收回之後 其實這些員工的後續的安置 是不是有一些轉業的問題等等的 其實我們並不是冷冰冰的 只是說好我土地不去做你了 其實那些人的安置 或是說我們其實有做一些處理 是不是可以拜託局長去關心 或是你在這裡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跟求醫院報告 據我了解 這個陳青虎說回來 我們去年就通知他 他也很配合 那我們同仁這階段都跟青年那個救護團都有聯繫 他們都把他的員工都安置好了 安置好了 甚至我曾經想過這些員工 我是不是請他幾個回來幫我們經營 還是要經營那個地方不能控制 他們都說安置好了 這個部分如果還沒有安置 我們會洽救國團 看有什麼問題 我們再來跟他協助處理 好不好 好 好接下來請我們財經部門的張崩騰議員諮詢 質詢時間20分鐘 好謝謝主席 我們金發局政局長還有主計處張處長還有財政局檢局長 稅間處理處長還有我們高雄銀行的黃總還有各位財經部門的主管大家好 我想其實我剛剛從金發局政局長您的報告裡面有提到說 今年的9月7號所有的這些在我們實化管線的知識條例 所有實化管線的14家公司全部都把總公司簽在高雄了對不對 好想那這我就非常care這件事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檢局長 那現在最重要其實最大的就是中油 那中油長期以來我們希望他公司在這邊在這邊繳稅 他污染都在這邊結果繳稅都在台北 那現在他簽過來之後明年我們的稅金可以增加多少 謝謝趙機長還有謝謝張議員 現在的統合分配稅的分配辦法寫得很清楚 就營業額是佔百分之五十最多 那中油的營業額坦白講也蠻龐大的 據我所知是超過一兆 如果增加一兆大概我們有試算過大概可以增加二十億 這總公司是全部整個公司 我現在要說清楚 原先中油的營業額並不是全部放在總公司 他分地區因為各地都有加油站很顯然 加油站的收入是在各地方 這在各地方是不能歸類到各地方才放在總公司 所以總公司簽到高雄這個營業額會隨著帶到高雄 這是確定的 但是多少老實講這是商業機密我也不知道 我記得曾經您在這個之前的曾經有提到有一個類似二十億的數字 是不是 我現在就要說清楚 大家不要誤解說馬上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實際 國稅單位他會去算 財政部會去算 我只是說明數據 如果一兆的話 多出一兆大概我們可以增加二十億 還有一個就是說這個統籌分配稅在算的時候是一三年前三年的 三年所以是要三年後才會顯現出來 那14家的石化公司都過來的話我們有算過 最大的當然是中油其他加一家真的是有二十幾億 但是三年後才會整個呈現出來 如果依照現在的分配辦法 如果辦法改了我就不知道 好 謝謝 那陳菊成市長在這邊三年後他已經這八年 這個大高雄合併之後這八年 等於這八年 照理講他老早就應該是在這邊繳稅的 這些公司老早就應該在這些繳稅的 其實我們高雄市其實每年二十億 你想想看如果說我們只講說大高雄合併到現在六年 這樣有一百多億 我想這個其實在整個中央的稅款 虧欠我們高雄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多 其實長期以來所有的污染 像中油的污染都在高雄 但是他繳稅就在台北 那其實跟主席報告一下 我在1998年的12月底 我接任高雄市環保局長 我處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在無獨一時期 那個時候因為涉及是在台北 所以要逼迫他 然後呢又是選舉的時候 他就是開每一張罰單都是一百萬的罰單 不管你什麼樣的 只要是空污罰單我都把你開一百萬 全部開了 我記得一二十張的這個空污罰單 每一張都一百萬來逼迫 可是那是選舉的動作 我上任的時候收到的是中油數驗成功 結果環保局要必須要另做司法組繁 所以在國民黨的時期其實用這個方式 他只能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面對選民的壓力 來面對大家說中油在這邊是污染 可是繳稅在台北 我想其實長期以來我們就是這麼無奈 可是我想從兩年前的這個氣爆事件之後 其實全台灣都看到高雄為台灣的犧牲 我想才會 我也非常感謝曾局長 其實這個實化管線的這個自治條例 其實它非常的重要 這些我們從來都不知道 我們的這個全高雄市 竟然是在一個大工廠上面 其實所有的管線都在我們底下 我們不管住宅區、商業區都在我們底下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這個實化管線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必須要把總公司簽到這裡 把總公司簽到這裡 有一個最大的意義就是 你願不願意跟高雄市一體共命 我記得好像在林園廠 還是在林園廠曾經發生事故 還是大林廠發生事故的時候 他們的廠長竟然在台北開會 我想如果說你沒辦法把總公司簽到這裡 你根本講說你要在這裡 你能做得多好 我不相信 我想其實這個原則我們很同意 而且這個當然有邊際效應 就是來了之後稅金就要在這邊繳 我覺得這個是合乎正義 是合乎柴稅正義的 這樣才是對的 但是我這裡還更關心 其實曾經那個時候我們有討論過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覺得說 其實當時我們也很擔心 就是重點是大家都放在這一條 將來在打憲法官司的時候 很可能因為這一條 然後被判違憲 所以那個時候為了要 為了要把整個管理的自治條例 能夠更完整 我也是也請環境法學會的這些學者來協助 然後增加很多管理的條例 希望把這個弄得比較好 那其實按照這個自治條例裡面 在今年的應該是在10月底之前吧 就是所有的他的維護營運計畫 應該要送進來了 對不對 是不是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我們事實上去年通過 去年10月底就送過了 所以去年10月底就已經完整送過一次 那我們也審查完畢 那現在呢 明年度的維護管理計畫 今年已經送進來 那我剛才在報告裡面有特別講到 我們其實去年是一個全面性的東西 我今年在這個基礎之上 有抓三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要繼續追蹤下去 那同時 今年度的執行結果 我們也在審完明年度的維護管理計畫 以後會陸續再審 今年的執行結果 我想其實這個條例通過 其實在全國是首例 那當時我們也在這裡面放了所謂的監禮的檢查的費用 你們一公里要 我記得是五十八 五萬多 五萬到六萬之間 對 五萬多 那現在大概整個收起來 我剛剛看你的報告差不多五千多萬 我想其實這個監禮檢查費用要好好的運用 就是說你必須要 尤其是剛送進來的維護計畫裡面 有很多的管線其實都是我們 今年才開始去真正有全責去做很多的 這個監禮檢查 我想過去可能管線在哪裡 在哪裡其實我們都磨磨磨磨 但是現在不管怎麼樣 在這個自治條例已經納管了 那這個納管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很多東西真的 我非常期待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東西必須要 金發局要花很多的精神去做那些監禮檢查 不是只有這個維因進化進來 這維因進化進來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們會進行實質查核 我想這個實質查核 有實力的查核的工作 大家最關心的其實老實講 其實是在於那個管閉會不會破 會不會外洩 那這一部分其實總共有 我記得有900多公里 我想你們的時程是怎麼樣 在這個整個的查核 會在多長的一段時間 把所有的管線做這樣的一個查核 我們去年度就進行了第一次的查核 就是這些管線查核的工作 但去年度我們的自治條例沒有嚴格要求要做測後 那後來是環境自治條例裡面有提到這一條要做測後 測它的厚度 可是已經決定了厚度 是多少厚度必須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那個爭議已經確定 測後的方式 事實上現在 就是說這一段其實它的技術一直在調整 一直在進步 那很可能就現在最領先的廠商 到了下一個年度就不見得是 所以並沒有定一個標準的做法 反正就是一定要能夠測後 這個是我們法律上的用語要有一定程度的廣度 所以你說今年度已經開始在做這樣的 這個有關厚度的檢查嗎還是 今年度 不是 我不是說105年度 他們現在都在找適當的廠商 在做這個簽約 要跟廠商簽約做 因為這個是額外另外的費用 那其實這個預算也不會太低 那但是就是要徹底的 就是要讓它做一遍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所以現在是不是 他們也有生產調度 什麼時候可以做過一遍 什麼時候可以做過一遍 那個我們的環境知識條例規定是兩年 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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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一次 現在大家的計畫都是擺在 現在開始在簽約 明年或在做 所以我剛才的報告裡面有提到 就是我們下一個年度的重點集合工作 就是那個IP的結果 測試的結果 我想這個整個測試 當然是他要他去做這個測試 然後把結果報給你 但是這個第三方的認證 你可能也要去特別注意 這個不安的話 這個測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符合 好 我跟議員做說明 其實管線安全管理最重要的是要把那個大腦 就是其實是管線的所有人的那個精神 要設定對 那個mindset是最重要的 因為那些技術 我覺得您是這個非常專業 就是你有沒有take care這件事情 其實是最關鍵的是 其實我們發了很多工作 他的維護管理計畫 是在建立他的管理系統 所以我們花蠻多事 所以在那裡面有要求我們 他必須要設立專責的單位 所以要把那個整個的 專責的管理那個整個的系統 可以建立起來 對 而且安全的文化要建立起來 這一段其實 透過管理報告的精進 其實你也看得出來這些廠 不同 因為有14個廠 不同的廠 各自進步的狀況 其實我們有24個專家委員分組在審 其實坦白講那個很容易看出來 而且去年 不是 今年度 今年的6月 我們辦了一次是實地的演習 我們的演習是跟議員說明 我們的演習不是在戶外做那個 已經設定好腳本的演習 我們是出考題的演習 所以十字架廠商坐在那邊 他們的總經理 幾乎總經理都到了 他們的管理團隊考試的結果 我們就告訴他們的總經理 你們的管理團隊水準到哪裡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方式在作業 好 謝謝 請坐 我想其實在高雄 其實有很多的專業單位 你們應該可以好好的運用 在做整個的訓練 或者是能夠讓所有的這個實化管線的廠商 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專家協助 包括說中華產業機械協會 那很多是在在地的很多的 過去的很有經驗的 甚至在勞檢 在各種很有經驗的人在裡面 那甚至像我們低科大的防岸系 其實過去也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 所以希望把local的這些專家的資源 能夠納進來 我想謝謝 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其實我們高雄 能不能成為一個安全人士 其實大家最擔心的其實是這個部分 那另外 其實我其實最關心 大家在講產業 希望新的創新產業 但是新的創新產業進來 當它是不是有帶來多少產值 當它起來有多少就業機會 其實說它有一段的時間 我更擔心的其實是在這個產業的轉型過程中 舊的產業 它是不是就因此就 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可能就結束 我所要講的是像類似石化產業 因為石化產業 有差不多將近一兆的產值在這個地方 然後將近9000億的產值在這地方 那怎麼樣讓它可以很好的轉型 這其實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這裡老實講 我們這幾天PM2.5全部都止爆 這幾天高雄的空氣品質是非常非常的糟 然後再加上你看這裡的 我們所有的石化管線 在這裡所造成的健康風險 我們人大工業區曾經做過這樣的評估 其實健康風險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在這裡我們其實這些 我也不能把這些產業就不要了 但是這些產業的轉型 其實我們沒有別條路 只有走循環經濟 我真的必須要這麼說 因為其實現在全世界 包括歐盟其實也都在推所謂的循環經濟 就是一家產業 它可能把所有的污染製程 其實是已經做到最好最好 它已經沒辦法再更好了 它運用的資源就是那麼多 產生的污染就是那麼多 可是當有幾家 兩家可以互補 當我的東西是變成你的 我的廢棄物變成你的原料 當我的廢棄的東西變成你的能源 其實中間互補起來 其實就可以同樣 以這樣的規模的污染跟耗費資源 其實可以創造更多的產值 更多的工作機會 我想這個循環經濟是必定一定要走的 我想其實現在已經沒有講說 什麼叫環保 什麼叫經濟 經濟跟環保平衡 其實環保是牽在經濟裡面 你所有裡面的東西都已經跟環保全部契合在一起 在你的製程裡面 你就是要去考慮到這些東西 那其實我剛剛看 其實小英政府裡面講到五加二 其實過去講五個重點的產業 其實看起來放的地點都沒有在高雄 現在唯一的機會就只有循環經濟 說實在的 循環經濟也只有高雄 其實這裡這個地方其實是有一個 全世界最適合的一個地點 就是在我們臨海供應器旁邊那附近 因為我們有台電 有中油 有中鋼 其實最多的耗費的能源各種資源 很多東西都在那裡 那其實是很多可以充分運用那個地方 那其實我最近因為要推動這個東西 我也帶著經濟部的一些 那個實話高實話的這個黃副執行長 我帶大家去拜訪我們的MGO 其實我們必須要討論將來 在推動這個循環經濟的過程當中 其實都會面臨MGO的這個態度 那其實我必須要跟曾局長講 其實MGO對循環經濟的態度是不反對的 甚至是希望有帶著期待的 但是問題是他們最擔心的就是 你只是把循環經濟包裝的一個實話葉在 就像國光實話葉在包裝一個這樣進來 他們最擔心的其實是這樣子 而且老實講我現在看大領埔現在的策略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因為大領埔的居民 他的健康的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他簽村 當然如果他們不想簽村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們不是因為某一個產業要進去 所以我們要他簽村 但是他健康有很大的風險 所以我們希望他是一個孤島 所謂的工業區他就在中間 所以我們希望他來簽村 簽完村之後 這個地方空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要新的產業進去 這個產業是要什麼樣的產業進去 這個產業是不是一定要用 用新的觀念這樣進去 其實是這個簽完村之後的事情 可是光這件事其實 其實對MGO認為 很多地方也是這麼認為 其實這個東西其實是遙遙無奇 而且很多會有不信任感 就是說你其實這個東西就是為了後面的產業 然後是不是這個高石化產業 就在這樣的包裝就想進到這裡面 那很多人是持反對的態度 所以我們其實有跟幾個MGO團體 這樣做這樣的討論 其實他們甚至是覺得說 我們現在現有的工業區 現有工業區就已經是在那裡 那你要推循環進去 為什麼不找一個現有的工業區 我們就從那個工業區開始做 我覺得其實像在領海工業區 我們這也不一定是限制在石化產業 也不一定要材料產業 甚至連金屬產業 各種產業其實都可以在這裡面 那是應該要用一個既有的工業區 我們就是進去那一邊 來這裡推動所謂的循環進去 大家互補 那領海工業區那邊旁邊 就是跟大林埔一樣 那個地方 台電大林廠在那邊有蒸氣 然後中油大林廠在那邊 有氫氣有各種的氣體 不一樣的氣體 中鋼在那邊有蒸氣 有各種不同的氣體 然後其實在那邊要變成是 它有各種不同的廢氣物 它可以再生變成其他的原料 其實那個地方是一個很好的試煉場 那其實我覺得 我請郑局長其實要好好思考 是不是從一個現有的工業區來著手 那著手之外 我認為其實光你們 你剛剛講說要建立一個平台 這個很重要 這個技術的媒合的這個平台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現在看到中央講到循環經濟 都在作文比賽 我看到的都是在作文比賽 那作文比賽講的是這個 國外是怎麼做 這個是多 在道德性是多 應該要這樣做 才會污染可以降低 可以怎麼樣 其實這個都是空談 但真正要實戰的 其實我們高雄其實是可以找一個 現有的工業區實戰 但是這個實戰的技術上面的話 可能不只你們 你們金發局 需要的 更需要的是要 把環保局 因為只有環保局 我一直在講 只有環保局 有那個資訊 就那個資訊包括什麼 一個資訊就是 它的空污的排放許可的資訊 空污的排放許可 它就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污染 有什麼差不多所有的資訊 全部都在環保局那邊都有 那環保局還有 省廢棄物清理計畫 所以每一個產業 它會有什麼樣的廢棄物 其實它都很清楚 那你們如果可以跟環保局合作 其實可以去找很多的技術 是不是來跟找一些專家 形成一個專家團 或是一個平台 然後每一家產業 真的是要很細緻的 針對高雄現有的產業 一家一家去看 然後呢 每一家產業 它這個東西 能不能找到技術 然後呢 這個技術 如果原來在領海工業區 就可以把它拉進來 再兩分鐘 再五分鐘好了 五分鐘 好 再五分鐘 如果說 它是可以 可以 也是在高雄的產業 或是在其他產業 我們想辦法去把人家的產業 拉進來 其實也帶進這個地方 那所以 這個部分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起始點 當他做出幾個 這個好的一個示範的時候 這個就啟動了 那也不會讓NGO覺得懷疑 然後其實對很多的居民 就發現說 我這個做下去之後 原來污染本來那麼多 其實兩個 我污染沒有增加 可是我增加了工作機會 我增加了這個產值 是不是請曾局長回答一下 來 局長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我想第一件事情 很容易舉例 就是說 我們把石化的 石化原料 過去拿來做燃料 未來應該做材料 就是你不會拿紫檀木去燒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你的紫檀木 它可以是燃料 但是你如果被人家具的材料 價格非常高 我想說這是第一個 很容易就解釋完 第二個我完全同意 其實我們也有去溝通 可能我們溝通對象都還很雷同 我也完全接受可以先做 這件事情沒有說一定要園區才能做 循環經濟有兩大段 一大段是跟能源跟資源整合的部分 你比方說水蒸氣就有究竟性 它一定要在附近 否則水蒸氣不可能從高雄送到台南去 不可能 所以類似這種東西 它一定要有一個園區的規劃 那有些類型是這樣 那有些是可能它的廢棄物是固態的 當然可以運送 那你基本上就是要媒合 那這些東西還有更前面一段 就是你的廢棄物產生的時候 就現在所謂廢棄物產生的時候 你怎麼整理它跟管理它 變成它在下一段的時候 是有效使用的 你把它跟其他一些亂七八糟都混在一起 你後面就要做分離的動作 沒有錯 那你如果沒做 你如果前面一開始你的廢棄物 就做好了管理 那這一段是有價值的收出來 直接下一段可以用 它就有效率 這我同意 但是這還有一個很關鍵 當你這個地方變成很多法律 你必須要去面對循環經濟去做休省 當你這裡變成是支援過去那一邊 到底按照我們廢棄法 有廢棄法很多法令 然後讓我們的空服法有空服法的法令 讓我們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減量 到底是算誰的 大家都會有得吵 所以這個真的要趕快把這個問題羅列出來 那個確實有一個後面 剛才你後面講到說環保局要來 其實環保局還不是法令制定機關 制定機關是環保署 所以其實叫做環保單位 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廢棄法 就是廢棄法是要有執照才能做的 你不能夠自己去MATCH 你不能自己媒合 那這個到底要怎麼執行 這是很關鍵的事情 過去我想 以那個張宴員專員一定有聽說過 就是我是這一個產品的生產者 我交給A廠商做完以後 廢棄的東西我不能夠收回來回收再利用 因為我沒有廢棄 我沒有廢棄的執照 我想你一定聽過類似這樣案例很多 所以循環經濟要做 有一塊就是關於廢棄物清理管理的 這整個架構要調整 好謝謝請坐老 我大概還有一分半的時間 我也要跟這個政局長討論一下 其實我們過去工業局 曾經在人大工業區做過一個健康的風險的評估 那這個健康風險評估 是請陳大的呂金章的團隊做 其實是做得非常的完整 他幾乎是能夠有一些東西有實測就實測 然後看實際的規模 排放席的那個規模再去做調整 然後去做出那個的風險評估 我想做出那個風險評估其實是一個基準 將來神納工業區做了什麼樣的努力 其實都是要以那個基準 可不可以讓健康風險降下來 其實這樣才有意義 對我們像主席的那個選區 像我的選區在旁邊 左營男子都在旁邊 其實都會以那個做基準 將來是不是 就是你們有多少努力去做這樣的循環經濟 或者做各種的努力 可以讓它風險降低 其實我們都在看這個東西 但是現在未來可能包括大臨浦千春 小港那個地方 可能是將來一個很重要的 循環經濟的產業的一個重點 那是不是應該要讓工業局做一個完整的 就像人納工業區這樣完整的一個健康風險評估 做一個基準 將來我們在做任何的產業的規劃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base data可以做一個比較 然後我們才知道 到底我們這樣的努力 其實是對我們的居民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來 請局長答覆 好 我了解張議員的意思 您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做努力改善的動作之前 先把紀錄留下來來證明我們努力有成績 我覺得這個事情倒是很有趣 我們應該要來試著考慮這件事 不過有一件事我想您也知道 就是高頻的空污總量管制這件事 其實已經開始做了 其實空污總量的管制某一種程度 它是含糊地涵蓋您剛才講的那一個事 現在整個空污總量管制新的 其實不見得能夠起來 你沒有一定減量做不到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努力地做減量這件事情 我想說這個也跟張議員做報告 不過您剛才提的那件事 我覺得我們應該來想想看 它怎麼來執行會比較合理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張豐騰議員的質詢 陸書門議員因臨時有要事無法出席 改以書面質詢 那請各局處再依職權答覆 好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明天上午九點繼續開會 散會